主角论英雄的 所以我们先来问一下 第一位来宾 应该是偷渡客二号 孟非孟大哥 你好 好久不见孟非孟大哥 你是偷渡客 什么叫偷渡客 国歌会不会唱 这个叫做出来闯世界 你是出来闯世界的 见世面 什么叫偷渡 他说他不是偷渡客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 偷渡客一号 来观众官大哥你好 大家好 我是游泳过来吃素的 你看官大哥上回来我们节目的时候 他就讲说他那时候 我们就讲说他那时候是从广州 然后呢 您不是用偷渡两个字 你是说您从广州怎么样到香港去的 从广州坐车 坐火车到江户头之后 边防证只能到那边 然后你下了车以后 我们很多人接应 我们还要踩脚踏车 到边界躲起来 还要怕失天的山路 才到水边游泳 你没有讲到游泳那一段 你说你坐火车过去 没有 我以前是做一半的 你说你游泳的不是吗 你说不是不是 好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 当时跟你一块偷渡过去的 游泳过去的孟非孟大哥 孟非孟大哥你们到底 那时候是怎么过去的 是这个意思听得懂吗 听得懂 那这样有一种概念 那到底游了多远啊 我们评估的那个礼遇的话是十个小时 十个小时 游泳游十个小时 对对对 所以我们每天练体能练两年 好来告诉大家 过去的话呢 孟非孟大哥还有观众观大哥呢 都是从广州呢 移居到香港去的 在那个年代里面呢 他们其实算是 应该是说什么 应该是 投奔 下放 没有 那时候也叫做投奔自由 那时候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之后 文化大革命之后 应该是说逃难啦 那时候其实是逃难逃到香港去了 其实那是一个大时代一个背景 所以那个年代里面 很多的大陆内地人的话呢 从上整个自由化的一个过程的时候呢 整个呢会从这个广州那边移居到香港去 那他们移居的方式呢 有一些就是偷游过去 有一些是游泳游过去的 也有坐船 那刚刚翁老师比较仁慈一点 讲不过开始之前说 哇你们两个真的很伟大 当时叫做投奔自由 对对 反攻意识 反攻意识 后来我跟他 我跟大哥研究之后 这个成绩 这不算反攻意识 你不是要来领黄金吗 不不不不 如果我要领黄金我就开飞机 现在这两个字都很明 现在不能说反攻意识 现在这两个字很敏感 很敏感嘛 又不能讲说投奔自由 也不能讲反攻意识 就是偷难 能说从大家的门出去 到对面小门子 穿穿门子 是这样子的吗 反哪一家出啦 来回去就不是回家了吗 那时候美国领事馆也开放给他们领签证 他们不要啊 不需要不需要 那寻求政治庇护这样子 后来你们 其实我们那个年代算是下放知识青年 也没有那么伟大 那后来为什么会下放到台湾来了 又从香港游到台湾 我们从广州游泳到香港 坐飞机来台湾 这样比较清楚一点 这边就方便一点 然后直接坐飞机来 好待会我们再好好来问一下 孟非孟大哥跟观众观大哥 过去他们是怎么样合作的 那我们也知道孟非孟大哥呢 跟潘银子当时拍了一部连续剧 哇这部连续剧的话呢 可以说是大街小巷全部都红片了 神雕虾旅 那就是神雕虾旅 待会再好好来问一下啦 好另外呢 我们汪彩雅汪老师 欢迎汪老师 大家好 好另外呢 还有葡萄捲六九五大赛的 林一峰林老师 欢迎林老师 好另外我们的剑酒师老九龄 欢迎老九龄 大家好 好首先我们要欢迎 英俊潇洒的孟非孟大哥 今天呢又破了我们节目的一个记录 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呢 有一个这个台湾的男主角 非常红的男主角 他叫做刘上千 那刘上千呢 有五个小孩 分属不同的三个妈妈 那今天孟非孟大哥来了 又破了这项记录了 是 孟非孟大哥呢 更厉害 他总共有六个小孩 有四个不同的妈妈 这是被什么好光彩 你干嘛一开啥的介绍我 厉害耶 厉害吗 厉害你完全都不会老啊 你看 我多么想始终如一啊 老九龄 对不对 哪一次我结婚不希望白头到老啊 对不对 结果呢 结果我讲两句话 做不起夫妻 变亲人 这个更棒 升华到更上一层楼 所以我们是个大家族 常常见面 常常聚会 你的意思是说有四个老婆都一起住啊 也不是这样子 我又不是扣世新 你又爆料了 天哪 没有没有 糟糕了 我的意思 我在劝各位的意思 就是说有时候夫妻难免嘛 因为这个夫妻跟朋友又不一样 有缘结为夫妻 但是没有办法白头到老的时候 但是就变亲人了 对啦 一辈子的亲人 你看看 世界上有六七十亿的人 他要嫁给你 你说这个缘怎么办 你还要找六七十亿的人 六七十亿的人口 谢谢大哥给我找到理由了 对 我先起来 我先起来 莫非莫大哥讲的没有错啦 就是就像酒一样 常常久久啦 常常久久 当不成夫妻没有关系 是 友谊长损那才是最重要的 没错没错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但是其中呢 居然没有一个老婆是攀影子啊 可是大家都认为说 你们过去两个人都在荧幕里面 这么的针对 应该有普出一些恋情才对 结果没有 我跟潘影子讲良心话 是非常要好的 好哥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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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朋友 那因为我们演的投入 没有一个朋友 没有一个 我现在成立狮子会 很多师兄他们 肯定认为我跟他怎么样过 结果呢 那我心里面是暗爽 暗爽不是说我跟他怎么样过 而是说我们演的很逼真 让人家 对 他说那种你们的眼神那种感觉 对 就是 就像夫妻一样 对 可是我发现你们两个人到现在 其实都没有什么变哦 潘影子也是永保年轻 你也一样 他很棒 他很棒 潘影子是 真的是永远都不会老 对 我是不能老 对 因为我还有两个小孩很小 多小啊 一个读国小二年级 一个是六年级 老婆多小 老婆超过二十岁 难怪你年轻啊 那你说我这个一家之主出去 像爷孙这样几个出去 像样吗 所以要保持年轻 关冲天到我说我生孙子啊 我老师这是不是 我老师这在明 这是不是真的有科学的根据啊 就是 人家说明南义俗话 吃油气构肉粥啊 对 没错 很有经验哦 他们这样的吗 女人啊 我喜欢年轻的 因为他们给我一种青春的感觉 但是在行为举止上面的话 还是比较老一点啦 不是讲老 是有经验 有经验 有经验的历练 好 因为为什么会这么说你知道吗 因为他今天带来 但是动力上没有老化哦 真的吗 来武打明星来 很快来出钱了 开玩笑 你以前 生龙活虎啊 不得了 孟非孟大哥 你那个 你以前是武打明星 武打明星 那武打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当然是真的啦 对啊 那当然是真的啦 开玩笑 你以前在广州的时候就是学武打 我从小就跟关冲 他们在广州 师兄弟 大师兄 他师父 对 我们从小就练 因为在大陆那个时候 讲一句 年轻人没有什么消遣 不跟现代的人这样子 KTV卡拉OK 我们叫吃夜粥啊 什么叫吃夜粥啊 吃夜粥啊 好多香港朋友 你应该听到吃夜粥没意思啊 吃夜粥 吃夜粥的意思就是练过功夫 就是晚上半夜了 然后这个师父偷偷的交集手 第三季 请师父喝完粥 师父就教你一些东西 那说有没有吃过夜粥啊 不要碰哦 这个家伙要吃 吃过夜粥 老久仁 有听到啦 有 人家吃过夜粥 人家是喝夜酒 你不要只吃早餐而已 人家吃过夜粥的 所以人家是有功夫的 好 待会呢 您见下的时候就稍 我开酒的功夫比较好 那待会肯定肯定肯定 待会您见酒的时候 您功夫就要稍微练一下 嗯 不然的话 您就玩了 好 稍微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为什么会讲到说 诶 这个 孟非孟大哥的话 心他很年轻 可是呢 他珍藏的呢 都是老东西 来 我们来看一下 他珍藏的这个酒的话呢 全部都是老酒耶 第一个呢 哇 这个不得了 这也是第一次我在我们节目里面看到 好 这一瓶呢 叫做端午节的纪念酒 这瓶酒是怎么来的 呃 这瓶酒哦 嗯 这个是我的岳父 嗯 啊 我岳父收藏的酒 那么当年呢 就是我的太太 就是说 嫁给我的时候 第几个 那 嗯 对啊 第几个岳父啊 哈哈哈哈 你这样搞得清楚吗 这样讲得下去吗 哈哈哈哈 你也忘了对不对 我先生的岳父岳母 真的多包涵 是现在的啊 旅序真的是 啊 真的 历史是不是很好 但是我很坦荡 很真诚 那这一个酒是我岳父送给我 他说 这个酒就是 托塔里天王 收妖 哦 哦 正宅 哦 是这么样子一个含义 希望我 好好的爱护他的女儿 你怎么没有被收进去呢 对啊 我不可能啊 不到高于什么 高于上 你就是把他的女儿 我是魔童 他要把你收进去 哈哈哈 有可能 所以我跟你讲哦 我太太到现在 从认识到现在 已经二十几年了 嗯 哪有 有任何一个太太 跟我有那么多的 不可能 可能我岳父厉害 哦 你知道吗 对 原来说 就是现在这个太太能够那么久 以前那个太太都没有很久就对了 可能功力给我岳父好了 哇 那不得了 好 这个呢 底下 这个到底是哪里出的 这边来给大家看一下 应该是端午纪念酒啦 上面写着端午 看得懂吗 看得懂啊 看得懂啊 好 但是呢 没有写说哪一个酒厂 有没有写 都没有耶 没有盒子啊 这也没有盒子 没有没有 因为盒子挡住它 那没意思了吧 好 所以岳父那时候 送给你的 要正宅用的啦 正宅 对对对 酒非常的满耶 好 来 都没有蒸发 我没偷喝啊 其实这瓶酒的话呢 是那个端午纪念酒 老九龄这是 这是哪一个酒厂出的 金门 金门酒厂 金门酒厂 其实有出过几款的端午纪念酒 一款呢 就是这个 雷锋塔 那雷锋塔的话呢 就是跟那个白蛇传有关了啦 对 因为这个塔一直都是高增 时候 原集以后 它的设立址所除难的地方 因为以前释迦摩尼原集以后 他 两百年后阿育王 印度的阿育王把它分成八万四千份 然后十九份 拿来我们中国 就放在这个宝塔里面 宝塔一定是基数 十九份全部都在这边吗 十九份 还是分散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地方嘛 中国的各大活教的城市里面 所以他有那种正宅 平安 而且驱学 收磨的效用 你看 那观众这么久 我岳父讲的是对的 你看被他收了二十年 你都不敢纯纯律动 不然我现在变得很正常 到底是你老婆是腰 还是你是腰啊 照到底讲的话 如果按照传统故事里面 应该说的 通常破坏家庭 应该是你啊 对啊 应该是 通常破坏家庭 是外面的腰啊 哦 是外面的腰啊 是老婆也就是 对 应该是说外面的腰 不敢有异动的心 对 不敢啊 好 来 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西湖 那其实整个的西湖的故事 都围绕着这一个白蛇传 刚刚讲到的这个雷锋塔 雷锋塔的位置呢 其实就在这边 那在西湖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名的实景之一 就是这个雷锋戏罩 那很有名的一个呢 叫做断桥铲雪 就在这边 断桥铲雪 另外呢 还有一个三坛应乐 中间这个地方 就是日本人最封这个三田应乐 三坛应乐 它其实就是没有什么 就是一个那个 那个西湖湖上面 有三个 那个小灯塔 小小的灯塔在那边 然后呢 晚上开的时候呢 然后再加上月光 这样子算算的话 就三坛应乐这样子 然后在这里 所以都围绕着这个故事 但是这个造型非常的有趣 讲的就是雷锋塔 那讲的呢 也就是端午节的故事 好 您自己估价呢 这瓶酒估多少 我是吧 一位岳父送的 无价是宝 我怎么可以用钱来衡量它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一集的 我们要知道它的效果 可不可以开啊 不讲 它的效果啊 就是正宅嘛 收腰嘛 所以就保平安嘛 家和万事兴嘛 不懂啊 我们今天把这瓶酒喝了 你万一这瓶的腰又复活了 其实我讲良心话 我被我岳父也困了二十几年了 你很想把他喝呢 两个一喝 然后应该要放我自由 为什么 因为从现代人的观点来说呢 法海就是用这个味道人士 迫害一对善良 而亲密的这个男女之间关系的人 是不是 他们明明很相爱 他用他的所谓的味道的观点 然后分开他们两个 他们没做什么坏事啊 白娘子也不会害他 拆散了一段好音 但是他看许軒已经欧打散了 已经不成人形了 觉得他经济神 已经被这个神良子吸走了 他突发点是好的啦 也对哦 因为他是腰嘛 没错啦 腰怎么能够跟人做结合呢 后来呢他就被 雷锋塔要破 要破 要破 要破就是酒 好 来我们来估计一下 评估一下 如果估得高的话就算了 继续被困在里面 好来我们来请老九龄 帮我们补一下 这一个呢 端午的酒 纪念酒 然后上面都没有写任何的时间 待会我再来问你 到底是哪一个年代 然后里面到底装什么酒 好端午纪念酒 目前上行价是多少钱 八千块 哇 这么贵啊 三百多块 有这么贵吗 有 因为我岳父买的东西他通常都没有超过五百块的 对 可是他那个年代搞不好真的是不超过五百块 没有超过 三百多块 你看他用心 真的 老九龄这里面会不会是熊黄酒啊 端午节不是都是喝熊黄酒 没有 这一瓶酒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说 它是放 他们讲是放高粱 其实我喝起来像大驱 它那个味道很饱满很有劲 而且喝起来真的是超棒的 哇 那这瓶酒算不错的酒 非常好的酒 已经趋近于大驱酒了 对 我在喝的时候我认为它的那个香情跟大驱很像 可是外面都说它是高粱 可是它又不像大驱那么的尾韵那么的强烈 可是它真的很有劲 超棒的 老九龄它这个大概是哪一个年代 七十四年 七十四年 老九龄一直强调它很强很强 意思是说再过个十年半年我再喝啦 不能强不起来了 不是 不是现在就要喝了 对啊 我们现场只有他喝过他才知道强 那你知道吗 你怎么联系要喝 当然要啊 官大哥要不要喝 官大哥也要喝对不对 你看官大哥都那么虚啊 我们这边可以投票的 真的 不行喔 你联系你喝了脖子跟那个这么一样 不用啦 转了不会转了怎么办 官大哥 他不行了他不用了 好啦 这一个呢先要那个正宅用的啦 是 好来想要除魔用的 所以不要喝没关系 来接下来这一个的话 哇 这个也很厉害喔 喔 来看一下喔 给大家看一下 嚇死人喔 虎谷酒 我们上次已经来过虎谷酒 已经告诉大家 那个虎谷酒有多厉害喔 但是呢告诉大家喔 他这个更厉害的地方在哪里 来给大家看一下喔 这边标上面有写 大名成化年次 哇 明代的酒啊 你不要哇 要问你啊 没有 我看他 我看他看不看他懂啊 明代的酒啊 对明代的酒喔 明代 阿公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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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明有两种 就是列明跟民国的明 真的喔 对 你这个是来骗人的喔 里面根本没有酒啊 空的耶 有有有一点点啊 你看我手这样子拿着 当李懿接触到这个皮子的 对不起 对不起 诶一个瓷器就要上千万耶 对不起 嗯 这样就对啦 诶 诶 不然那个老虎会发威啊 我跟你讲喔 他有能量的啊 这个成化词是中国瓷器里面最顶尖的 哇 所以我做好这个安全做事 你男辈一个好几亿啊 对不起齁 我刚刚真的有点粗鲁齁 忘记他是 我只看到那个湖谷酒了 你以为我是你夜市带过来的啊 对不起齁 要不然从那里带来的 他当然从家里带来的啊 你家怎么会有这个 从我的宝库里面拿过来的啊 你宝库怎么会有这个 我告诉你 你游泳的时候还可以扛着这个 我告诉你 这两瓶酒啊 是我的父亲 是我父亲 不是岳父 对 在大概三十年前 对 我回大陆 因为我们 我 我们那个时候 那个年代 跟关聪离开的时候 就不告而别了 后来可以回去了 那父亲就送我这一堆酒 他说你好好珍藏 那这种酒 我父亲怎么得来的 我也不知道 因为讲良心话 以前曾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有些黑五类被抄家 那关聪家就被抄过 那是不是他阿嬷知道被抄家了 赶快把酒送到我家来 变成是我的了 也很难讲 这种 起码两百年以上的酒啊 你说明嘛 明朝到现在 是不是 那所以我就把它 当成是真的一个很珍贵的古董 好来 我没有把它看成是酒 上面是写湖古酒 对 所以是无价之宝 好来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 来 欣赏欣赏 好先看一下 我们先从这个上面的文饰上面来看 这总共有两瓶 一个是 一个是有点 一个是青花的 有点是青花啦 然后另外一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彩绘 豆彩是不是 好来给大家看一下 上面呢 这个豆彩呢 画得徐徐如山 看到呢 看到画面没 这两只很像是火鸡 又像是公鸡 又像是金鸡 又像是凤凰 那画的感觉呢 非常的有创意 无限的想像空间 无限的想像空间 到底是画什么 没有人知道 来上面呢 写着上面 写着湖古酒 功名才有的 另外一个 好 另外呢 这有点类似五指登科的感觉 上面呢 有几个小朋友 在这边玩 好 这边呢 有三个小朋友 四个小朋友 五个小朋友 六个小朋友 对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六六大顺 好 六六大顺 好 然后呢 好 这个是 然后上面同样也是写着湖古酒 底下那个是麒麟是不是 麒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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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到底是什么 也很有创意啦 也很有创意 麻 麻 麻粘到了 这边是非麻啦 哇 很厉害的 有没有看过这个猪头的麻 台湾现在也有啊 好 来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可以把它翻过来 大家看一下 它的那个酒气都已经上来了 而且呢 这边好像有点类似那种 药粉的感觉 因为已经黏住了 没有它是沾上去把它黏住的 是把它黏起来 对 它是要封 封干的时候把它封起来 封起来 已经封起来 好 来 这个是酒头的地方 再往下来看 我可以翻过来啦 当然可以 好厉害的地方就在这边 来 为什么会讲说它是 成化年间的呢 因为它底下呢 有大名成化年次 是 哇 不得了耶 麟袋放到现在的话 如果这瓶酒 如果真的是鉴定为麟袋的话 那恐怕应该要放到 故宫博物院里面 那时候中国 我们说CHIN 就是封化池的代声 所以瓷器 其实是从明代的封化年间 开始风行到世界 封化造型 曾经有英国国王 用六百个人马 一队的军队 去换一件封化池 六百个人马 换一件封化池 那时候CHINER就是 昌江之南 不是景德镇 景德镇那时候还不稀案 陈化池更精巧 更珍贵是怎样 它稍微有一点瑕疵 就全部打碎 不是打成两百个碎片 是打成你没办法组合的碎片 跟一般的小珍珠一样 让你一点都没办法忽原 好来 王老师历史学家 王老师麻烦您 帮我们仔细的端详一下 看看一下 这个到底是不是明代的封化池 然后大家拿的时候 稍微留意一下 明朝的瓷器 如果打破的话 你们可能要自己处理 明朝的瓷器 是独复世界 明朝那时候全世界 就是我们中国明代瓷器 烧得最好的 对 让国外每个人看到 要交接的是不可思议 对 怎么画得那么好 那么精致 所以其实在收藏界里面 有这么一句话 就是说瓷器的话 明代要看什么 看陈化 那清代的话 要看什么 看雍正 所以这两个年代里面的瓷器 其实是在那一个年代里面 非常非常有名的 登峰造景 到永热的时候都很大气 而且都非常大建 到陈化的时候 都是这么小品的 而且非常精美 而且线条非常精美 所谓的用色 非常纯正 而且有玲瓏剔透 这个没办法到人间 没办法到人间 哇 居然来 意思是说 刘热他根本就不是人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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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热他根本就不是人了 而且文革那时候 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就能够存活的到现在不容易 而且那时候福古酒还没有进 好来 呃 关老颜 你看一下吧 这个 你看是不是你家的 这是不是你家的 您认为他是 神话年间的吗 这个 我对这方面就没有研究 而且这个 这个手绘的绘图 没有一点浮躁之气 这个是最重要 一般我们这种瓷器 最忌讳就是浮躁 看起来很浮躁 很浮躁 我看起来他感觉好像马上要出去玩的感觉 就是许许如生 呼之欲出啊 你把他叫他就跑出来了 我上礼拜去这个中国上海演讲的时候 刚好有一个什么圆青花研究所的创立总监 他也是跟我讲到有这个福古酒 然后用这种非常的精彩的 像我今天竟然看到的 你在上海还没看到对不对 原来这种精品现在都流落到台湾了 对 但是我并不是很相信他说的话了 好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好来我们请老九龄 帮我们沽一下 您自己沽的话呢 是沽多少 无价值宝 您的东西都是无价值宝 肯定是无价值宝 好这是福古酒 来老九龄 您刚刚有拿起来看了 对 好这个的话呢 里面的酒大概只剩下这样而已 好 因为没办法 年代实在是太久了 太久了 如果带到现在 都不知道传的几代 还能够剩下这样子的话呢 那绝对是精品当中的精品 如果在关窗那边找就没了 这个跟你很有缘 只有六个小孩 就画你家 哇 真的是老九龄 厉害 然后那个猪头 我老婆属猪 真的 真的 就是你们两个结合的产物就对了 真的 我岳父真的是 厉害 就是你爸爸的啊 你爸爸知道你会有六个孩子啊 我爸爸 我爸爸 你到底是你爸爸还是你严妇的啊 爸爸爸爸 有点上班 他都是叫爸爸嘛 都叫爸爸 好来我们请老九龄 你帮我们顾一下这一瓶酒到底价值多少 两瓶其实底标都有写 大名成化年次 好 那 呃 因为他的酒剩大概是 十分之一吧 十分之一啦 差不多十分之一 很恐怖的东西 好来 好我们来顾一下 这一个是胡谷酒 不得了的胡谷酒 如果明代的话搞不好 这是两只老虎釀出来的酒 这个破纪录 破纪录 破纪录 好大名成化年次的一个胡谷酒 目前市场上行情价是多少钱 这个小孩子画得很可爱 可是这么 他怎么会知道现在流行的是猪头吗 老九龄我对你的品味一直都吃 对不对 你真的哦 对你那个领带 没有没有 真的他特别广 好大名成化年次的一个胡谷酒 目前市场上行情价是多少钱 两千块 两千块 你是谷酒还是谷瓶子 谷瓶子 谷瓶子 对 成化年的 老师讲徐徐如生 我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大名成化是确定的 因为他是写上去的 不然 不然 不然用牙齿啃的 不然印的 但是他是哪时候写的 大概是这三四十年写的 不是说是真的是成化流到现在 第二个 这个瓷器 像胡谷酒是印上去的 那时候印刷 并不会印在这个瓷器上 哦 明代的时候没有这种印刷的 对 所以但是你这个的话看一下这个胡谷酒这次 就知道它是印的 好 那它上面的描绘呢 描绘当然是用手工去上色 对 但是它这个基本上的话这个描 是用手工去描 可是真的画得很丑 没有没有 我是觉得 你可以不尊重我 但是你不可以不尊重 人类在上海都没有看到那么高 对 老九龄我对你的品位一直都尊敌 对不对 你真的 你看你那个领带 没有没有 真的他彻底光 这个小孩 这个小孩是画得很可爱 可是这么 他怎么会知道现在流行的是猪头嘛 各位观众朋友们 到现在你们已经知道真相大白 老九龄也无法解 无解 他也根本没看过 好啦没有关系啊 本身那个所谓的美 每个人定义是不一样的 我们把它当运输欣赏掉 这个我要跟各位解释一下 现在市面很多人 这个是小瓶的 已经进阶到宋代 还有很多是大瓶的清代 都是什么地窖挖出来 全部都是一场骗群 你的意思是说连宋代的都有啊 宋代的老九都有了 那个我们一方老师去到大陆 人家就跟他讲 有他们有家里有收藏 这个宋代的湖谷酒 是 不够 那我常常在市面上看到 人家就是这么大瓶 什么清代名代挖出来的老酒 那到底里面的酒能不能喝啊 不是放米酒 就是放一些药酒 你要不要市现场开 不不不不 手交 那都是骗局啦 骗局你被骗了 骗了啦 老九龄 我父亲交给我有三十年了 差不多三四十年的池气啦 那三十年前 大陆 还没有很多人说做像米翁一样大的这些东西 或许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入行 知道 我了解 我看得出来 所以呢这个酒肯定不是如你所说的 随便画个猪头 小学生写个虎虎酒 你也讲得太肤浅了一点 这虎虎酒是印上去的 拿几个字啦 所以大名成果没有这个东西啦 难道我父亲会骗我吗 不是 你是专门在骗女孩子的 可是你 好了 你别扯了 好 反正啦 各位朋友 今天老九龄也在这里 你也不卖啦 人家在这里我不可能卖 我只是说 我真常的 拿出来大家分享一下 好不好 并不能用他说几个钱 这样子啦 太熟悉 太熟悉 无价值吧 我们都会平反一下啦 孟非孟大哥 这是我们在网路上查到的 大名成果年制的酒瓶一对 里面还有酒 跟你的一样啦 但是画出来的图案也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他呢要卖多少钱 卖大约是一千人民币 约合台币一万块钱 一万人民币 大约是台币五万块钱 真的啊 那也许你可以拿到这边来拍卖看看 对对对 如果是这样子 我可以再买个一两百瓶啊 一两百 你说五万块你还可以再买一两百瓶啊 对对对对 你觉得还是太便宜了 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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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那个实际就是 那不要讲五千 如果跟我这个一样的话 跟你那一样的话 对对对 应该大陆会提 今天播出以后大陆会很多人找你 哈哈哈哈 没有很多仿制品出来 没有关系 这还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的胡姑酒是 嗯 大名陈化年制的 所以你要好好的保管 好好保管 光这个实际一瓶都几千万了 至少都几千万了 当然当然 所以最好能够把它锁起来 放在保险箱里面 所以我四眠两天之后 决定还在拿出来 所以我们想要 在这里展现 孟非孟大概说 所以我们想要喝 它也很难就对 基本上 它已经挥发的这么多了 对 再喝的话 也没有意义 它说 连十分一都没有 就两百块吧 这样 它说两百了 现在两千而已 可是既然都要挥发掉 我们何不当场就把它喝掉 那怎么能打破蒜啊 这么巧 哈哈 这么粗糙 好来好 好高级哦 哈哈哈哈 我说错了 我说 我们人要讲两千万 他讲出口了 好来 孟非孟大概来 接下来我们看这一个 哇 这个又不得了 这一瓶 这个应该已经变成了哪一个 那个三国时代了 对 哇 不得了 关于酒 那 这一瓶也是我岳父送给我的 那么 因为我们 台湾也很多人拜官公 官老爷 哦 对对对 尤其我们练武的人 是拜官公的 官公很义气 嗯 武功很高 很正气 那所以呢 我岳父当初 啊 一个是来收腰的 一个是正宅 斩腰的 是 所以就象征做说 我这个家庭呢 就是和乐 平安幸福圆满 是这个象征意义 所以啊 这个在我手上也 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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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手上 就已经超过二十年了 对对对 所以 二十年 已经二十年了 在我手上就已经二十年了 那我岳父是不喝酒的人 所以他家里很多 那种四五十年以上的酒 他很多 好 来 这个呢 已经在手上已经有二三十年的时间了 对对对 好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在我岳父手上不知道多久我不知道 好 关羽酒 对关羽酒 三溪明酒 所以他是三溪的酒 然后呢 三溪的哪里 韵城市地方国营酒厂所出产的酒 然后呢 他旁边呢 有这个标 然后呢 这边有关羽的这些故事 对 然后呢 有一个这个注册商标 有没有看到 关羽牌他的一个注册商标 然后呢 这个关羽牌的注册商标的话呢 是一个红面关羽 好 来问一下翁老师 为什么是三溪的明酒 那关羽跟三溪的关羽到底在哪里 因为这个谢州就是关羽的出生地 对 然后他的水质是第一流的 而且他的大麦 豌豆 来酿这个酒是最好的 持唇未美 然后关羽他是三绝 三国演义里面的三绝 治绝是诸葛亮 对 智慧最高的 尖绝曹操最尖的嘛 对不对 义绝就是关圣帝君了 然后他从北宋以后就越捧越高 宋未宗的时候 我们称他为武安王 然后明神宗的时候说 关圣大帝 哇 到了道光的时候不得了 叫做中义神武 灵佑 仁勇 威贤 官圣大帝 全部都有了 对 胡搖之上 几乎四龙工商 君 井 邦会 都是奉他为守护神 对 然后那时候他们都是 要煮酒论英雄 为什么 为什么要煮酒 因为酒以前都是灼酒 都不是蒸瘤的 所以煮下去口感会比较好 第二点 因为蒸瘤的没有菌 但是灼酒 是酿造的 直接有沉淀物 他一定要煮过才能杀菌 这个时候煮酒 所以我们五家啤酒也要煮 才会发挥它的药效 第三点 就是 像以前 这个灼酒 上面都有糟磨 好像浅绿色的这些泡沫 好像啤酒一样 煮过去的时候 才能把它刮掉 然后它也会揮花一些 所以一定要煮酒论英雄 像关羽他就说 有一次在曹操那时候 他说你先把我温酒 我去马上回来 就 如果回来的时候 酒还没冷的时候 他已经把这个 滑雄的头斩回来了 速度这么高 连一尊酒都 才温好而已 还没冷 他手 卡手这么快 马上把滑雄的头 把它斩回来了 对 就是关公最奇妙的地方 好 所以关公又被称为这个武财神 对 他的这个武贝子 他的那个 那把刀叫做什么 金龙燕月刀 燕月刀 燕月刀很厉害 所以酒呢 还没有煮开的时候呢 他其实呢 已经拿着敌人的一个手机回来 对 好 但是呢 其实呢 对于3C运程的话呢 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一点 但是讲到郭台敏的话 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 他在去年的时候呢 曾经迎接了这个3C的官胜帝君来 没错 而这个3C的官胜帝君呢 就是从运程遇过来的 没错 高225公分 对 连那个卡口都没办法 还要拆掉那个座椅 才有办法把它请进去 他来台湾以后 让你求财得财 求福得福 为什么 因为这是郭台明先生 本身的亲身体验 对 确实关公有这样子比喻他 让他的富士康在大陆 宏图大宅 好 来 孟非孟大哥 你这样子讲的话 这一瓶酒的话不得了 喝下去的话呢 财富隐满 对不对 看着他就象征着财富来 你喝下去的话 脸会不会像官公一样去红了 我衣服很红 我脸应该不是那么红 好 来 我们来估一下 这个官公的酒 来 评估一下 最起码应该有30年了 要超过了 你自己估多少 无价值宝啊 好 来 我们翻给大家看 孟非的全部都是无价值宝 都是无价值宝 好 我来评估一下 好 这个来自于山西运程的官公酒 目前上海上行情价是多少钱 五千块 哇 不错耶 来 跟各位解释一下 第一个这一瓶酒有30年了 但起来老九龄 你要不要重新评估一下 你要每次都拿拍卖的啦 不是 但是我们每次拿的拍卖的价格 都比你高出很多喔 来 这一次不一样 140元人民币一模一样的喔 真的喔 好 约合台币699元 这是几年啦 这有没有酒啊 还是酒瓶啊 蛤 应该是酒瓶啦 没有 有是酒瓶 酒瓶 你看他前面里 他那个都开过啦 对啊 他都开过了啦 对啊 好 来这个是酒瓶啦 都没有盖子啊 酒已经喝掉了 他没有盖子啊 你这也没有啊 他还有气氛满耶 有吗 这有气氛满耶 有啦 很重的啊 他这个酒有露出来 你看 他有露出来 有没有 对喔 孟非孟大哥 能不能喝的啊 我跟 第一个我跟各位解释一下 你是不是暗中出手脚啦 我摆了20年都没破过 怎么用什么东森刺下去啊 没有啦 这个是 很香喔 对 这个是30年的酒 第二个它没有香料 哦 它的味道很棒 太棒了 但是口感不知道 没喝就不知道了 味道是很纯正的 欸 不过它好像有一些臭脯味耶 没有 就是那个谷类的原味 谷类的原味 谷类的原味啊 3C有一个分酒 3C有一个分酒 对 分酒也是 但是它不是分酒 3C其实也算是 残酒的一个大省份 3C分酒也是那样 这边酒聞起来没有香料的味道 另外一个是醋 真的 闻起来还不错 没有说一般大陆酒那种香料 没有 那种 它这个 来 孟非孟大哥 如果它是十大酒厂的话 那这瓶酒价格应该很高 香味很好 香味很好 香味不错 它没有那个我们现在闻到的 中国大陆的那个白酒的那个 香料味 那个香料味 它反而有一个植唇的一个味道 对齁 可以开吗 还不错 你让大家这样闻来闻去 这样子好看吗 是啊 这个叫妄美止渴啦 这样子 对 好啦 今天那个关大哥 带着他自己特别炒的那个什么 XO醬 XO醬 想说那个本来孟非孟大哥会开一瓶酒 让大家做一个下酒菜 起码配个好料 不是啦 结果咧 结果都没有 结果甚至还没有 那该怎么办 没关系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官老爷啦 官老爷您待会能够开什么酒来 真正的官老爷 好 不过那今天 真正的官老爷 孟非孟大哥很够意思 把他家里面珍藏的那个 不知道是爷爷第几代的 对 明代的酒 胡姑酒给带过来 我觉得这两瓶酒的话 真的要好好地珍藏 那其他的酒回去 看几个老婆 就把它喝掉 一起把它一饮而进 好 这两瓶一定要留下来 好 谢谢孟非孟大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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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的话 真的要要求我们官老爷 关聪 官大哥 来 官大哥上回来的时候 这一个和尚很厉害 和尚的酒都不愿意喝 结果没有想到一沽的话 那就五万块了 对 三次那一瓶的 对 但是你平常应该也是喝酒的吧 偶尔小酌一下 跟那个孟非孟大哥常在喝吗 现在 偶尔 偶尔还是会喝 他喜欢我下酒 弄个白斩鸡啊 吃吃干杯酱的时候就 欸 吃吃吃吃 可是他那么小气都不愿意开酒 没有 所以这都是你在 你在放他张的 他刚才那个酒他认为是古董 那您的都不是了 我的不是 可以开 我都可以开的 真的还假的 真的可以开 真的可以开 对 好来 为什么我会吓到 你知道吗 因为他这瓶酒把它 鼓起来的话呢 比那个孟非孟大哥 那四瓶酒加起来还要贵 应该是 应该是 因为你们要喝嘛 所以孟非孟大哥是有计谋的 他说我那个根本不算什么 接下来这个才厉害 来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卡木的X床 这瓶酒是怎么来的啊 X床 这瓶酒啊 是我香港那个大哥 常常从机场买的酒 这瓶酒大概有二十几年 有 对啊 这瓶二十几年了 有 然后大哥的酒 对 那你要大哥的酒 你要拿来请我喝啊 大哥有同意吗 没有 如果你们想喝我 我问他喝不可以 还要问 那你刚刚已经答应我们了 接下来可能口网又很难开了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个是大哥那时候在 这个机场 应该叫做机场买的 对 机场买的 香港机场 对 香港机场 怎么看 旁边把它拉开 拉开 这样 不得了 来 给大家看 很漂亮 很漂亮很漂亮 好 好 又看到了 这个蜡风了 哇 这个又不得了了 好 来 所以这个是大哥特别 请你把它带过来 我们节目里面 对 让大家来看看这瓶酒 到底价值多少 那大哥有没有讲说 当时为什么会买这瓶酒 没有 因为他常常来来去去 他都买一些酒 他有不喝酒 就把它放着 就这样 对 所以他当时买 大概买多少钱 这个我不晓得 二十几年前 大概四千多块 哦 那个时候就是那么贵啊 对 好 来 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瓶酒的话 来历非凡 请各位观众朋友们 好的 仔细开一下 这瓶酒恐怕我们在节目现场 应该会很难把它打开来 为什么会这么说 因为呢 它是那个年代 在全球里面的葡萄酒 以及烈酒大赛的金牌奖 那我们刚刚有特别讲到 这瓶酒的话不容易开 没有关系 因为呢 我们今天现场里面呢 其中有一个老师呢 就是这个大赛的评审 就是林一峰 林老师 林老师呢 就是葡萄酒烈酒大赛的一个评审 那这一个比赛的话呢 先问一下林老师 他在国际上面的一个评比 国际上面的酒类的竞赛里面的话 他的位置到底有多重要 我介绍一下这个 他的大赛叫 International Wine and Split Competition 所以他简称是IWSC 他同时评鉴葡萄酒 以及烈酒的大赛 他在1969年的时候 是第一次做 目前是全世界最专业最盛大 他就形成一个组织了 目前是全世界最大的 葡萄酒跟烈酒评比的 一个公正性的机构 对 所以等于是说 所有的烈酒大赛里面的话 就以他为同手 像他这个是1987年的金牌奖 对不对 那这几年 因为IWSC 已经开始推展到国际了 像这个东西就是 他们开始分别去理解 每一个区域的口味上是不同的 像亚洲人 欧洲人跟美洲人 他们在于 对于酒的口感上面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是从香港 我从香港在五年前开始的IWSC 他们是针对亚洲 所以说马来西亚 新加坡 台湾 中国 然后香港各地不同的评审聚集起来 专门为所谓亚洲的IWSC的评鉴 就是从这时候开始 对 但是他这一个年代的话是全球的一个评鉴 是全球性的评鉴 好 那请林老师告诉我们一下 到底这个评鉴过程是怎么样进行的 那因为全世界有那么多的葡萄酒 以及那么多的烈酒 他们怎么样去挑选出那个酒是最好的呢 IWSC之所以具有公信力 最重要他们的评鉴方式是用盲饮的方式 就是你不知道这些酒是什么东西 你只能够分到一些杯子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得到 我们这个在评鉴的过程中间这一张里面 就是我们是一堆只有看到杯子而已 我们是我们就一堆杯子完全没有任何的酒瓶 酒瓶是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面 把所有的酒杯倒好 全部送到每一个人评审中间 所以他等于是用一个编号就对了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牌子的酒 所以我们在盲饮的过程当中 我们纯粹为没有看到瓶子本身 也不了解这酒是什么东西 而打伤它的分数 然后这打分数的过程当中 我们其实是很辛苦的 因为同时有数百支酒 然后这酒同时上的时候 那我们必须要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 所以像在英国伦敦 他们当时可能 因为已经有这么多年 四十几年的时间 他们可能同时送来的酒 特别是葡萄酒的部分 烈酒反而品相没那么多 葡萄酒的部分 可能是要好几天几夜 甚至上几个礼拜之后才能把 这整个所有的酒全部品完 那你们那几个礼拜不就一直在喝酒了 是 所以这瓶酒来历非凡 1987年IWSC的金牌奖 能够在全世界众多的烈酒里面脱颖而出 可见当时釀造的整个情况是非常好的 所以那时候买的话 大概了不起就是四千多块 四千多是港币 台币 台币 台币四千多块 大概一千块港币左右 好来 关大哥您自己评估呢 这个这一评我不懂 不懂 你节目开始之前有讲这个价钱 一到两万块钱 好来 老九龄 给您看一下 会刷 会刷 Extra 这个比XO高一级 最高几的 Extra 七零以上Extra 对 堂木的 这酒保存的状态非常的好 对 这里还有刻字 有吗 瓶子还有刻字 这里 旁边那边有刻字 这边有刻 哦 这边有耶 瓶子上面还有刻字 老九龄 那瓶子上面有刻字 哦它是编号 对 它上面有编号 对 那瓶子上面有刻字 是不是又可以再加一点钱啊 没有在当时的话 像这样刻字是蛮先进的 这是后面 对 才比较流行的 1984年的时候 1987年 是硬的还是刻字 硬的 硬的 嗯 好来 老九龄可以估吗 可以 可以哦 好 好我们来评估一下 1987年的IWSC的金牌奖 卡木的Extra 目前市场上行情价是多少钱 八千块 八千块 哦 八千块 人金牌呢 哦 这个跟金牌没有关系 啊 跟金牌没有关系 其实这个白蓝地的市场决定前在大陆 嗯 他不是主流 嗯 如果今天来讲的话 他是轩宜师 他不得金牌没关系 好 那么他就是两万多块 哦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如果你是轩宜师 都是两万五三万块 这种行情 好 那如果你这样子讲的话 来 我再问林老师好了 是 品牌跟酒值到底哪一个重要 如果按照说 他是那个 1987年IWSC呢 所选出来的金牌的话 代表他的酒应该不至于太差 只是如果按照老九龄的讲法的话呢 卡木这个品牌的话 目前在中国大陆 或者是在世界上面的话 可能接受度并没有那么高 那到底哪一个重要 这一支酒肯定是非常顶级的品质 对 但是我们 你知道我们大部分上节目的人 我们带来都是一些白蓝地啦 嗯 或者是一些高粱酒啦 其实每个时代都有他主流的演变 嗯 白蓝地是过去时代的主流 对 那高粱酒其实是地酒 其实是我们 呃 只有华人在喝的 对 那现在的主流老实说 必须要说是 葡萄酒 嗯 跟威士忌 所以葡萄酒跟威士忌 很多酒随随便便都可以好几万块钱了 可是 现在的白蓝地不是主流了 所以他现在唯一支撑他的价格 还在上面的东西 是中国人的需求 哦 所以为什么谈到最后都是 中国人要什么品牌 中国人要什么品牌 中国人根本不介意这个东西好不好 他们建议他认得的品牌 所以他主导他的价格 所以等于是说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 包含了台湾的金门高粱 价格会那么高 也是中国大陆的市场 对 那葡萄酒被炒得那么凶 也是中国大陆的市场 对 对对对对对 所以只要中国大陆现在喜欢什么的话 基本上市场就上来了 对 好像是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在节目里面要介绍大家 怎么样收藏葡萄酒 以及怎么样收藏文喜记 是 看看这些酒的话 扣除掉这些五大酒庄之外的话 到底有没有便宜 未来具有潜力的名酒 但是这瓶酒的话八千块 要开吗 好 算了啦 还要问大哥 对 这边还要问大哥 还要问大哥 自己的那些随随都可以开 好啦 没关系啦 我们喝地酒好了 来 爱来喜酒 来 爱来喜酒 我们来喝一下喜酒 好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喜酒是怎么来的 这个 朋友送的啦 孟非送给你 孟非地久了 不是孟非送的 阿扁送他的 阿扁送他的 不是不是阿扁 不是阿扁 对 阿扁叫你们有用这瓶酒 就用这瓶吗 就是用这瓶吗 对对对对 真的吗 真的是阿扁送的吗 不是 你看喔 他上面还有一个瓶茧圆 那是瓶茧圆 我还以为是 跟阿扁没关系啦 好 朋友为什么会送你这瓶酒 没有 我不晓得生日 生日的时候怎么说是送的 就是这样 希望你结婚吧 有个细事 这样喔 来 可能吧 给大家看一下 好 所以你也不晓得 朋友为什么会送你这瓶酒 对啊对 好但是这瓶酒 就是他们结婚喜庆的时候 顺便送就这样子 好这瓶酒真的是非常的有名 因为呢 当时的话呢 就是最主要就是 娶媳妇的时候 陈志东结婚的时候 其实呢 他们在喜宴上面 就是陈志彦他们在喜宴上面的话 用的就是这瓶酒 这瓶酒呢 叫做爱兰喜酒 好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呢就有写一个爱兰喜酒 其实呢 一看就知道 大部分他所定的应该就是婚家的市场 好 这个呢也是浦里酒厂所出的 来给大家看这边 底下这边 好来底下这边呢有写一个 来浦里酒厂 然后呢 它其实呢磕得非常的漂亮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喔 爱兰喜酒上面有一个喜次 然后呢 它是台湾烟酒公卖局的 最上面这个地方 最上面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时间喔 从91年放到现在了 是 这是91年放到现在 好 记住这个时间喔 好 来 给大家看一下喔 然后呢 它这一个整个的标签上面呢 有特别告诉你喔 它是用哪里 用浦里酒厂里面上等的蓬莱米糯米 以及小麦为原料 然后呢 当然就是用那个浦里的水啦 经过五年以上的储存 然后而成的喔 甚至呢把它销到日本去 对 好 来最重要呢 来给大家看一下喔 好 它的酒精度呢是13点 来 它的酒精度呢是13.5度 保存期限只有三年 所以呢 关大哥不好意思 你这瓶酒已经过期了 那酒也过期了 是的 那要怎么这个过期了呢 嗯 其实喔 过期喔 是有风险的 那怎么办这瓶酒也不能开了 对啊 你今天带了 它自我估价 无价 无价 不能卖 好来 我们来评分一下啦 好这个爱兰喜酒呢 从91年存放至今 那保存期限呢 只有三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94年的时候呢 这个爱兰喜酒的话 已经过期了 爱情酿的酒 居然过期了齁 市场上行情价是多少钱 它应该跟新酒没什么两样 我记得它是卖八百还是一千块的 大概就是这样 因为但是它不是收藏的主流 对 不过 今天来喝看看到底它的过期 低酒精度 到底是不是真的过期不能喝 我真的想尝试看看 可以啊 可以 了解一下 但是这个酒如果开下来的话 会不会过期啦 呃 我认为它有风险 但是我看它保存状态这么好 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哇 孟非孟大哥 你在挖什么 你的酒都没有开 没有坏 没有坏 太好了 那一文没有坏 有没有坏 过期了 没有 品尝一下身边配我的干杯酱 太棒了 太棒了 绝配 所以你应该等孟非娶第五个老婆的时候再来 哈哈哈 谢谢 光大哥的干杯酱很棒 我送很多朋友 他们都说赞 谢谢感恩 好啦 桌上大家有干杯酱啦 对 有机会的话可以喝一下 配一下这个 这个 谢谢欢乐 谢谢欢乐 很久的 我们酒类啦 来谢谢 来喝看看 谢谢 真的不错 不错 好喝 谢谢老子 你跟我买那么多一首酱来送朋友 感恩 谢谢 老林啊 老林 如果过期喝出来的味觉是怎么样 如果是过期的话 我们讲是坏掉 过期 它是想坏掉的话 坏掉就是酸跟那个味道喔 就是很恶心 甚至臭掉 第一个过程叫酸 酸化